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桑德拉·考夫曼现在在美国太空总署工作 是该处地球科学部任副主任 他是太空总署里面 少数拉美裔女领导中的一位 考夫曼在这里工作了25年 他为他所做的哈勃太空望远镜 和火星卫星团队感到自豪 但他还致力于另外一项工作 我一直在想做 是在那些小女孩 只因为你是女孩 也不代表你不能成为科学或工程 只因为你的父母不去学校 也不代表你不能去学校 考夫曼在贫穷中长大 他从母亲那里得到很多鼓励 这些鼓励说明他在女生很少的工程 和专业读书期间克服性别歧视 徐家从哥斯达尼加搬到 美国东部的维吉尼亚州后 考夫曼参加有关培训 从而开始他在华盛顿附近的职业生涯 考夫曼自己也是使人奋进的一个动力 今年3月 他和另外两名女性的画像 被哥斯达尼加制作成纪念邮票 考夫曼鼓励这么多女性 进入科学和工程领域 考夫曼准备建立一个基金会 帮助年轻人克服障碍 最近美国太空总署的这位工程师 又获得一项有理程碑意义的荣誉 在他的画像上了哥斯达尼加的邮票之后 该国电子工程学会同意接纳他为会员 美国之音记者巴尔德拉斯 华盛顿报导 加州结束持续5年的干旱 现在加州政府正在设法补充地下水水源 下面是有关的报导 佛雷斯洛市附近的这间农场 依赖地下水进行农田灌溉 所谓地下水 亦就是地下含水层的天然水源 这间农场一直在帮助 補充中央山谷的地下含水层 这个天然地下水系 水从地面渗透下去 灌溉葡萄园亦都没有伤害到葡萄 在贝克斯斐尔德附近 农民从含水层抽水 亦都使用地面上的水 但注意两者之间的平衡 他们将剩余的水通过温河送回水库 但亦都有一部分的水通过地层过滤流入含水层 这位科学家说 这个好似银行系统 可以将水储存到干涉的含水层 已被不时之需 有三倍的空间 充满水和地下水 加州农民要在2020年的最后期限前 建造好这个含水层保护体系 这是加州首次 在整个州的范围 采取统一措施 管理地下水 如果他们做得不好的话 你会有少量的产生 你会有少量的职业 你会有少量的职业 它是在经济的影响 而在2020年 这个地方将会变成真正的 农民和专家都表示 对包括地上水和地下水 在内的整个系统 需要进行明智的管理 美国之音记者奥沙利文 在加州克尔木的报道 多谢收看美国之音制作的 《美国专讯》 我是吴敬药 下期节目时间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